這個... 他號稱是林熙蕾的 我沒有謀稱啊 是40 你是真的林熙蕾的小孩的乾爹 你怎麼可能認識林熙蕾呢 他是電影明星耶 他拍他的平台 因為我現在是剛生第三胎 他還未滿一歲 他說辛苦了 沒有 我在聽我... 我在聽我來聽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你 從你出道到現在 你的歌都非常好聽 謝謝 我相信我女兒也會很喜歡你 你要不要當我女兒的乾爹 那我就會說 林熙蕾說我不可以收了 除非是兒子 好累喔 我們先停一下好不好 我們要繼續努力 師父太會是師父 這人非常冷靜過 不是 郭忠祐妳先不要從你上 沒有 我跟他講 等一下出發… OK 我現在是第三胎的女兒 現在就不能當他乾爹嗎 不是 女兒就不配當他乾爹嗎 我還要笑死嗎 我不是故意的… 沒關係… 他就放到頭嗎 對 對 可是他也不站在哪裡 不是 不是 這不是我確定的 你絕對沒有料到 對 這不是我確定的 故意到嗎 不是啦 我沒有頭啊 我沒有頭 你沒有嗎 我沒有帶刀啊 你拔出來了 我就 拔那一張超會好不好 你真的 我不是故意的啦 我覺得你... 你是不是狼心狗飛的字字 然後說出來 我真的主持不下去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有嗎 你怎麼可能爆出這句話來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雷雷說 不可以再當別的女孩子的乾爹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同年 他結婚 他生小孩 我跟他是非常要好 那他就...他生...他懷孕 他老婆懷孕 對 說他堅持要我當他小孩的乾爹這樣 我就說女的不行 男的才可以 因為我被規定了 可是你跟林旭蕾 又沒有簽下合約 你憑什麼要這麼尊敬他的... 一句承諾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當乾爹的配額就是 一個乾女兒跟一個乾兒子 然後就結束 乾兒子 我還不知道可不可以咧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想 所以如果我下一胎 生的又是女兒 你就會說等你生到兒子 不... 對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魔術 小的嗎 小的 我以為你要拿什麼東西 結果... 你剛剛那是空抓嗎 是真的要抓頭啊 抓頭 我在想... 我在想要玩什麼 我有一個... 沒有也不用勉強啦 有一個不算魔術 就是我隨身都會... 都會攜帶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能夠讓我們覺得你很有才華 就OK 拿出一支拐杖就厲害了 這個是一顆球 它是一個很神奇的球 OK 那它是專門... 它不是魔術 它就是一個測驗 測智商的 OK 所以誰拿呢 就可以測智商 好 我先 我要測智商了 它就彈起來到一個高度 這個高度大概... 就是你的智商的高度嗎 就是這樣 我可以試一下嗎 妳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 不可能... 對 你要跟他說... 跟他說 我要測智商 要確認 我要測智商... 好高喔 方大夫 你智商那麼高 我... 所以你應該會比我高嗎 可以試試看一看 會不會漏電 要告訴你 不會 絕對不會 你如果電我 我就真的是一輩子恨你喔 我就... 消失在這世界上 不能電... 但是要告訴他 我要測智商 我要測智商了 但是我生了三個人都是女兒 好 大夫怎麼樣 怎麼辦 這什麼意思啊 這是寡婚還是什麼意思 現在是第二次 小燕姐 我們一月聊自己 很大喔 這什麼意思 所以你又覺得我生不出我兒子 你又覺得我會到死嗎 在節目結束之前 你如果叫我觀感那麼超 我們幹嘛還要進行這個訪問 所以他跟別人聊到你的時候 他就說那個 不是 那就是生不出來的一個笨蛋啊 不是 你剛剛接那個球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就希望你不要丟喔 不要這樣問對不對 對 所以我在... 我們就是要測智商才丟的啊 對啊 你剛剛自己叫我們測智商 而且你為什麼要放他 從智商那麼高 然後學弟智商是零 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你為什麼要專程來我們節目 傷害我啊 你一起來我都傷害喜歡他的啊 我真的好傷心 我真的對不起大家 好笨喔 我真的我也... 沒有啦 沒有啦 純屬於的 這根本就是一個無聊的把戲